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要生病主任熟饭吗 那也来吧 你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人家语气忘拿了 赶紧拿 拿完赶紧走 你们是回来接我的吗 快快 双晨童怎么也回来了 来不及解释了 咱俩赶紧把衣服换了 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千万不要让韩硕发现了 万一韩硕是发现了 你们就说 是你们强硬地要把我带走 但是我坚定地拒绝了你们 并且表示了我哪儿都不去 只待在韩硕身边的遗忘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不是 韩硕 你听我解释 我没想逃跑 我 衣服都换好了 还说不想跑 跑了 又跑回来了 你信吗 白琪 少君 少城主 你要扮成怨人逃跑 少君 幸亏我一天都守在这儿啊 眼都没长一下 差点被她得逞了 谁的主意 不是还说你听我说 少君饶命啊 是裴思雪教想能这么做的 裴衡 不不不不 你打算跟裴衡一块儿跑 跑去哪儿 跟裴衡真的没关系 白琪 带月人离开 是 走吧 小小姐 别生气 我跟你解释 我 我 不是 故技重施是吧 之前是扮成裴衡小厮 跑了出去 这次扮成月人 都是和裴衡一起 你真的很信任裴衡 不是还说了 这真的是误会 我保证 我以后只待在你身边 我哪儿也不去好不好 曾经我爱你 敬你 吸你 疼你 而你却 坑我 蒙我 骗我 耍我 无非就是认定我非你不可吧 既然你能为了两成利益 舍弃我对你的情感 那我也没有必要对你心慈手软了 不如就将生米煮成熟饭 我看你还跑不跑 还想拿修书说事呢 你 你不要生米煮成熟饭吗 那你来吧 你 你竟然为了裴衡做到这种地步 这跟裴衡有什么关系啊 那就是为了你母亲 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放过她吗 不是 这跟我母亲也有什么关系 陈芊芊 我 我真是低估你了 竟然这般不知廉耻 拿这事跟我做交易 交易 还说我诚心诚意的 你这是作践自己 我作践自己 既然你不想当我的 我想当哪 那 那就当我的奴仆 这 我不愿意 你 从今以后 烧水 做饭 洗衣 铺床 所有杂事 都你来做 不是你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这是你自找的 站住 好 还说啊 我都这样了 你还走 我不要面子的啊 还好忍住了 你怎么又出来了 那个 二郡主来了 在书房等 让陈芊芊过去服侍 是 只要我跟韩硕解开误会 一切都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韩少君 既然你和三妹已经合理 你们不便住在一起 不如 陈芊芊 出来 来 二姐 好久不见 在门口偷听什么呢 没有偷听啊 不是你叫我来服侍吗 那还不过来倒茶 来 楚楚 你刚才又说什么呀 不如 将三妹送到日盛府 和长姐住在一起可好 好啊 你说得都好 都听你的 没想到你会这么快答应 一个玩物而已 放哪儿都一样 看来少君 真的对三妹死心了 需要我向你证明吗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三妹到日盛府 不急 虽然是玩物 但还是放在眼前最好玩 那不如 你搬来新子府 你我商议成中事物也方便 难道 二郡主是想把我当成花园男子 随意摆弄 你刚才 是演给陈芊芊看的 看来 是你把我当成玄虎女人 随意摆弄 我还有事 二郡主自便 我会想把我当成的 日本人 你们 有吗 有吗 有吗